街頭實驗室 10個男人9個出街偷吃? 10個男人9個滾? 對呀,喜歡滾肥油 你以為我不知道他們出街偷吃嗎? 我在家煮飯了 吃兩口就飽了 拿手菜當然是可樂雞翼 對呀,這可樂雞翼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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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好吃的雞翼,都可以拿幾天 當然是重口味的東西 不用想,肯定是豆腐火爛飯 吃得太多肉又說不好 主菜又說齋,真的很難吃 素菜? 整碟草那樣沒來味道 要令家裡的老人覺得吃素都可以好吃 那就要請教一下 將老公和兒子都照顧得完美的美太,陳倩揚 倩揚,我聽說你,將你老公由雜食男 養食草食男,你是怎樣做到的? 嗯,我也有些提示可以和大家開心分享一下 其實男士們選食就像老婆和女朋友 賣相要吸引,又喜歡有些肉 但長期這樣吃就未必健康 我老公之前都是喜歡多肉小菜吃 所以他曾經有個大肚腩和膽固醇偏高 我知老了之後,當然要做些事 於是我就在他每天的餐單 慢慢將素食比例提高 以及都要研究一下不同的本色 讓他覺得原來吃多了素食 其實都可以保持有新鮮感 以及口感都可以很豐富 如果你又自己再花點心思 穿漂亮點,佈置一下家裡 讓他覺得在家吃飯都可以好像出街吃 我家幾隻化骨龍不喜歡吃菜 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小朋友不喜歡吃菜呢? 嗯,如果要小朋友多吃點菜的話 媽媽就要花多點心思 素菜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紅橙、黃綠、青藍籽等等 如果將不同的蔬菜 切成一些圖畫、一些動物 一起組成food art 小朋友應該會覺得很開心 又有得玩又有得吃 另外也可以跟他們說 吃多點菜,除了對身體好之外 亦都可以一起救救地球 如果每人一星期吃到一日素的話 一年就可以減少214公斤的碳排骨 即是要九棵大樹才能吸收得完 善良,煮了一頓素食好像很難做 有沒有什麼提示可以分享一下? 很多人覺得煮素菜很難 其實在家裡簡簡單單都可以go green 就好像溫仔麥頭伸出了素菜水餃 幾分鐘就可以吃了 而我平時煮素食的比例都挺高 有空當然要想想新花款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個 又簡單又快又看得的素便當 適合兒子帶上學 或者讓老公帶上班都可以 為了家人的健康著想 你都快點開始多菜小肉的飲食習慣 今天開始實踐每周一green day 上這個網址玩雜食真面目測試 灣仔麥頭會馬上送你全新的素菜水餃 立即go green 你還看連日我們去通知 轉到週五年 小巳大一個你見面 覺得這個配偶的食物 太反思了 你聽說什麼